为了让歌迷更了解第31届金曲奖入围者的音乐魅力 台势将从9月28号开始到10月2号 周一到周五晚间时点播出一小时的 GO!精彩金曲三一入围作品介绍特辑 节目当中也特地请到今年入围最佳国语女歌手的 王若玲、杨乃文、魏如轩还有许哲佩等歌手 唱谈创作专辑的音乐理念 带您先读为快 入围本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的 实力派女唱将们现身够精彩 金曲三一入围作品介绍特辑节目 谈起专辑风格各有不同迷人之处 每首歌都很不一样 它还蛮多元化的 所以从头听到尾的话 从一个世界带您到另外一个世界 我觉得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 有的比较悲伤 那有的它真的是很疗愈的故事 所以我相信每个人听了 他们会投射自己的情绪 用音乐疗愈人心的许哲佩 透过网路募资让专辑顺利发行 对于入围喜讯直说 是送给歌迷的最大礼物 但要拿到歌后宝座不容易 像是同样入围最佳国语女歌手的 王若玲 就风光入围五项大奖 实力不容小觑 年度专辑会是蛮 蛮棒的一个事情 对 就是感觉很像 会很像很热血的漫画的一刻 这样子 在今年入围国语歌后的名单中 心情最复杂的恐怕就属歌手魏如轩 不仅要角逐歌后 还首度瞬间金曲奖颁奖典礼主持人 入围者已经有几次经验了 然后因为主持人是第一次 而且那天要换比较多衣服 对我应该会 就是比较紧张是这个 可以的我可以做得很好的 台试将从9月28号开始直到10月2号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 播出一小时的金曲入围作品介绍特辑 带领观众一起走进音乐人的世界 记者游言词刘伟成特别报道